期老搖起一杯水 将祖林赐予的圣水 浇淋在青年头上 借此得到祖林的庇佑 这是赛德克族祈雨祭中的祈福仪式 因为他们是被祖林所侍活的孩子 期老也说祈雨祭并不是固定 或是经常性举办的祭仪 而是随机举行的祭祀活动 适当气候酒和不雨 致灾时才会举行 而13号桃园市大西区举办的祈雨祭 在疫情肆虐下更有了另一层含义 台湾现在面临那个COVID-19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叫做这个叫做瘟疫 它是一种病菌 它是一种血淋降临在人类 这个地方的一种 一种一种很大的一个反作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的一种 祈雨的一种方式 祈求它这个乙不是不好的乙 它是一个丰厚的乙 正因为祈雨祭是随机举行的仪式 不只青年族群第一次参与学习 而感到季洞外 也让旅居在都市的族人 有了团聚的机会 对我们青年来讲 当然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 因为说真的青年 我们本身青年会的人几乎也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而这个周末除了桃园市很热闹之外 还有在基隆市的原民族人 透过教堂七十周年活动 联合举办原住民族感恩祈福会 因两年没有办这么多的活动 我也是参与很多很多的活动 特别是原住民的活动 还有圣教会的活动 我这次没有回去我的部落 我的花莲县的沙拉部落 风云祭 所以我特别留下来 陪伴我们的教友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多的活动 让在都会区的族人 更珍惜举办碎石祭的时刻 也能串联彼此一同守护传承 传统知识文化的集体记忆 原市新闻 Glian Diu Luan 许家荣 桃园市基隆市采访报道